美中贸易谈判虽传出正面讯息,台湾电子代工厂仍不敢松懈,持续拓展非中国大陆制造产能。 法新社美中贸易谈判虽传出正面讯息,台湾电子代工厂仍不敢松懈,持续拓展非中国大陆制造产能,市场法人估计,合硕、广达、英涅达、伟创、人宝等五大电子代工厂,合计将投入近500亿元扩充东南亚、南美或台湾等地产能,以因应客户为避开美中贸易战不确定性的订单需求。 根据五大电子代工厂个别释出的规划,合硕将增加一名新厂,为创加码印度厂,人宝锁定拓展月,南厂,英涅达选定布局台湾、马来西亚及墨西哥厂,广达则以深耕台湾市场为主,全力抢订单。 合硕表示,2018年资本支出进入高峰,不约达10亿美元约新台币3。 10亿元,2019年因局势不明,相关计划保守,目前尚未定案。 不过,外电报道,合硕为降低美中贸易战影响,你赤资3亿美元约新台币93亿元。 扩大印尼生产基地规模,累计最快4月营运,主要针对智慧手机品牌客户订单。 经济日报提供伪创加码印度,市场传出已向印度政府提出申请,未来5年赤资500亿卢比约新台币21。 6.2亿元扩建印度的生产设施,印度政府渴望提供伪创100亿卢比约新台币43.2亿元补助。 人保总经理翁宗斌表示,针对美中贸易战采取因应措施,人保在台湾、越南长以准备就绪,若贸易战加剧,可配合客户要求,进行全球产能分散的风险管控。 人保认为,长远来看,贸易战不会马上结束,瞎上大陆工资持续提升的压力仍在。 且客户也在寻找不同地区的制造基地,提升非大陆地区的产能将是主要方向。 人保未揭露相关投资金额,法人估约60亿元。 英叶达集团董事厂卓同华表示,英叶达全球布局,只要客户一声令下,台湾、东南亚、墨西哥等地各厂都能配合生产,但不会放弃大陆的工厂。 卓同华透露,英叶达肖美笔电已从台湾出货,除针对笔电产品做更大投资外,许多肖美特殊需。 球的产品由桃园厂出货,智慧手持装置开始自马来西亚槟城出货,四伏汽油墨西哥出货。 法人估,英叶达相关投资约60亿元。 广达规划在台湾扩大投资AI人工智慧,去年11月董事会通过斥资42.8亿元,买下领口总部旁的中环领口2、3厂,作为智慧厂房及AI实验室。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日前表示,丢于领口总部空间不足,正寻找新厂因应,也同时解决美中贸易战扩产的需求。 法人估计,广达此次投入加码台湾的资金,相达50亿至60亿元,延伸阅读因应局势台湾代工厂力拼再创加。